这下MR结尾的文件用于存储和传说数据 有别的不行吗 为什么用插去传说数据呢 首先咱们说这个还说网络的问题 你的这一个计算机联网之后 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 不同的 不同的平台之间 如何 使用数据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 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 应用程序之间如何传递数据 那然后还有第三个 不同的平台之间如何构想数据 对啊那咱们先看啊 什么叫不同的平台之间如何使用数据 那这个不同的平台指的是你比如说 Windows操作系统和苹果操作系统 什么类型的数据苹果的系统能认识 Windows操作系统也能认识 那我们说这个咱们就传递什么 纯文本文件 无需安装任何的软件 是不是只要有记事本就能打开 无需安装任何的软件 因为咱们的操作系统的话 它都会莫带一个记事本程序 是不是啊 所以那我们说这插庙是什么 以XRM结尾的文件 用于存储和传输数据 为什么 因为它是要纯文本文的 因为它是纯文本文的 我只需要有个记事本就能够把它打开 而且记事本却存储文件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进行数据传递 那什么叫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传递数据 那不同的应用程序 那这个可多了 你比如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个衣服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衣服之后 我是不是要支付 支付的话 现在有着快捷的支付方式 就这样扫码支付 是吧 你上商场买东西 现在好像捡钱都费劲 你根本捡不着钱 因为人家根本都不带钱 像我都好长时间没见过钱 涨什么样了 因为买一块钱的韭菜 我都直接刷微信 你知道现在的人什么叫有安全感 手机有电车有油 是啊 手机有电车有油 这就叫安全感 那也就是说 我在 对呀 我在那个 在那个 买在12306上买了个车票 买了车票之后 他让我选择支付方式 我选择微信支付 然后我一扫码 钱就过去了 在关键的问题上 你的这个是微信程序和那个火车站的12306程序 他们之间怎么传递数据呀 使用参量文件 然后不同的平台之间如何共享数据呀 那这个不同的平台指着什么 现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淘宝 它有手机版 对呀 你有电脑版 是不是也有手机版 对呀 那问题就出来了呀 你有那个 你那个有那个手机版和我们的电脑版 就PC版对吧 那你的PC版程序和你的手机程序 如何来共享数据呀 因为它属于不同的平台嘛 一个属于移动端的 一个属于PC端的 对吧 那如何来共享数据 你肯定你的这个手机端的数据 和我们的PC端的数据 它俩是一致的 对吧 如何来共享 那就可以使用XML文件 那说了这么多 XML文件到底是什么 来看吧 XML文件到底是什么 在这的时候先看一个和它类似的文件 和它类似的文件叫淘宝 然后呢你单击右键查看原代码 查看原代码的时候看到这些了吗 那这些我们把它叫做标签 而且它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HTML标签 叫做HTML标签 超文本标记语言 那这个标签 我们的XML也是使用标签 XML也使用标签 它们的标签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当然不一样了 你的HTML当中的标签都叫做预定义的 都是人家写好的标签 你只能用 比如说它的这个写的叫什么 它这个写的叫Title看到了吗 它这是不是写了一个叫Title 那这个是什么 只要你写Title了 它就会出现在页面的标题上 你在这写的叫淘宝网 淘我喜欢 它就会出现在这 看清楚了 那然后紧接着我在这的时候 你再看一下12306 它写的叫什么 它写的叫做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是吧 单击右键 难了 单击右键查看原代码 从现在链接 查看原代码 你看一下 它在这的时候 你找它的Title 它的Title写的是不是叫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而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是不是就是 显示到这个位置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 网站虽然不同 但是标签的含义是相同的 只要是Title 是不是就显示了网页的标题 那这个叫做预定义标签 谁使用 它都是效果是相同的 能听清楚这概念了吗 但是我们的Channel不一样是什么 我们的Channel也是使用标签 它使用的是我们自定义标签 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我想描述 我想描述用户的信息 我就可以叫 Yon3E4 我想描述车站的站字 我就可以写叫Station 我想描述图书 我就可以写Book 总之这些标签到底是什么 完全取写于我想定义什么 听清楚了吗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知道了 Channel有点和HTML相似 是用标签的吧 对吧 那然后呢 它最主要的内容 最主要的作用是干什么 我们刚才是不是给你看到HTML了 HTML它是干什么呢 HTML它是用于显示数据 就数据怎么显示 它说的算 而XML是用于存储和传输数据 它们的功能不一样 但是相同点是都使用什么 它们所使用的都叫标签 HTML当中的这个叫做预定义标签 就是人家给你定义好的 比如说TITRE就表示了叫什么 TITRE它就表示了叫做标题 而我们XML呢 采用的叫做自定义标签 到底定义的这个标签是什么 取决于要描述的数据 标签是什么 取决于要描述的数据 那然后紧接着怎么描述呢 看到了吗 这是我单击右键新建一个项目 叫XMLProject 一隐心地 是不是叫XMLProject 看好了 我这回要见别的东西了 新建 新建看到这有没有一个叫Other Other你去找一个叫XML Other当中XML 这是个XMLFail 那我起个名字 它是以XML结尾的 你知道人家专业说法叫什么吗 专业说法叫XML 但我觉得这样说比较累 咱还是直接插面吧 简单 对啊 我要说XML 我自己嘴都瓢 一会就瓢了 那然后在这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写了是不是一个叫做book对吗 那第一行你看到了吗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文档声明 声明叫XML文档 Motion 1.0版本 按Coding是UTF-8 是不是编码格式 那然后在这的时候呢 我们说你想描述什么呀 你想描述图书的信息是吧 你叫BOOK 它自己会给你加结束标签 知道了吗 你只需要写什么再来一个 BOOK BOOK 再来一遍 BOOK 它自己给你加结束标签 那咱们这个书当中都有什么呀 书当中有ID 是不是这样 书当中有ID 那这个ID叫什么1001 然后紧接着书当中还有什么呀 NAME Java开发实战 还有什么呀 这本书谁写的呀 Also 张小三 2 Price 98.5 看到了吗 那这个是我们所编写的叫做 这就叫插面文件 这就叫插面文件 这是我们所编写的插面文件 那这个BOOK叫什么 再来一个 BOOK 知道了吗 那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老师告诉你 这叫竖形结构 这叫竖形结构 其中你的BOOK 叫做根 一个插面文件只能有一个根 听清楚了 只能有一个根 这个根叫BOOK 那然后紧接着 它有一个 叫做BOOK 那它们两个之间什么关系 BOOK 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是 这是叫做 这叫根是吧 这也叫做 负结点 也叫做负结点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 子结点 它还有一个名称 它叫什么 元素 叫负极元素 这个叫做负极元素 然后紧接着 在这个BOOK下面 它又有 在这个BOOK下面 它又有 紫元素了 在这个BOOK下面 它又有几个 紫元素 在这个BOOK下面 它是不就有 四个紫元素 那这四个紫元素 分别是怎么样 这四个紫元素 其中的第一个叫ID 第二个叫Name 第三个叫Auth 第四个叫什么 Price 那我们说的 这个叫ID 这个叫做Name N-A-M-E 这个叫A-U-T-H-O-R 叫作者吧 这个叫Price 那这些ID Name N-A-U-T-H-O-R 以及Price 它也叫做元素 那它和BOOK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BOOK就叫做 素元素 而我们的ID Name N-A-U-T-H-O-R 是不是叫做紫元素 你看一下 现在你就能够 看出来了 这是一棵倒挂着的树 这是一棵倒挂着的树 然后紧接着 在这的时候 ID N-A-U-T-H-O-R Price 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它们之间是兄弟关系 同级别的 因为它们拥有 共同的跌脚固 是吧 同级别的 那然后紧接着 你ID当中写的1001 你的Name当中写的 扎尔开发实战 作者当中写的 叫什么张小二 价格当中写的 叫98.5 它们是什么呀 它们叫做文本 内容 内容 内容叫文本 它们叫文本 但是老师问一下 1001什么类型 98.5呢 扎尔开发实战 张小二呢 你说的那叫扎尔 我说的这叫扎尔 在扎尔当中 它都是尺寸 叫文本 说白了 都是字符 所以叫文本 听清楚了吗 它叫做文本 那这个我们看完之后 就说了 这扎尔 它是一个叫做竖竞结构 是不是只有一个根结点 然后剩下是子结点 它的中间的内容 这个 这叫做文本 听清楚了吗 那然后我们说 你使用叉妙 是否来可以存储数据 这咱们现在说存的是 一本书的信息 那我怎么把它读到 扎尔程序当中来 我怎么把它读到 扎尔程序当中来 那你就看 它描述的是什么 描述的是书的信息 对吗 所以 ID 内姆 奥斯 普埃斯 都是布克的属性 那我会在这项目当中 去建一个叫 com.北京上学堂.antity 那这个antity当中 我去建一个什么 类 叫什么 布克 在布克当中 有几个属性 你看一下 你这个插面文件当中 布克当中 有几个标签 你就建几个属性 那布克当中有 这个ID当中是 intern类型的 有private 和死税类型的 什么 内部书的名称 private 和死税类型的 AUTHOR作者 还有private double类型的 什么 price 那这个是个书的 私有属性 下面该写什么了 公有的取决 复制方法 诶 扔错了 公有的取决 复制方法 该这塞着 是吧 那公有的取决 复制方法 那这叫代餐构造 咱们再来一个什么 午餐构造 那这个是我的书的 这个布克类 就建完了 那他们之间的 对应关系就是 你的这个布克标签 当中有几个几标签 你这个布克类 就对应几个属性 能听见几个标签 就对应几个属性 那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怎么把插面文件当中的 IP Name Also 以及private 读到我的渣渣程序当中来 是不是做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我刚才让你下载了 叫Dob高接 就这个Dob四沟 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它里面呢 解压缩之后 看到这个了吗 点诈 这是一个诈包 是吧 它是一个诈包 我需要做的事情 是复制 到这里去建一个文件夹 叫RIB 现在你应该不陌生了 我们的Albo和MySQL诈包 是不是就这么导进来的 你把到我们包接的诈包 导进来 导进来了吧 那然后紧接着 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添加 哎 ADD 添加小奶瓶 是不是添进来了 那添进来之后 怎么用啊 不会啊 告诉你啊 只要是带有诈包的东西 你不会用 它都会给你提供一个 叫做帮助文档 你看刚才我不是解压到 这个诈包当中来了吗 你就会看到一个东西 叫做XDOC 那这儿呢 DOC DOC你还记得吗 哦 扎瓦注释 DOC注释 扎瓦当中注释分三类 单行注释 多行注释 以及DOC文档注释 那然后你找到这个DOC 当中 这么多找谁呀 你只要找一个 咱们 扎瓦意义当中 扎瓦意义当中 不用多说默认的文件 就叫index主页 你去找这个index主页 把它打开 那打开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档 看到了吗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档 首先人家的一句话就告诉你 Welcome to Dom包街 欢迎来到Dom包街的世界 那然后紧急 Dom包街能够干什么呀 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呀 所以人家说 Dom包街 It's an easy to use 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 Open source library of working with Chamele 它这个open Open是开源的吧 Source原代码 开源的原代码 为了我们的Chamele 这个怎么说呢 它能够提供Chamele 为了这个Chamele工作 提供了一个原代码 是不是啊 那然后你都能用它干什么呀 你都能用它干什么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对呀 现在我们说了 刚才这句话的意思 人家就是给你个友好提示 欢迎来到Dom包街的世界 然后呢 什么是Dom包街呢 给你提供了一些操作XML文件的 一些原代码 是不是啊 那然后紧急 它能帮我们干什么 看一下FAK 你所有的问题都在这 What is Dom包街 什么是Dom包街 How can I use 我如何去使用Dom包街 是不是啊 它在这儿 只要是一个炸包 它都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文档 那我们看一下 What is Dom包街 什么是Dom包街 这呢Dom包街 是什么什么开源的XML框架 这不是嘛 Framework不是框架吗 Dom包街是开源的XML框架 对于扎外来说 然后Dom包街 允许我们去这儿啊 终于找到了 Dom包街允许你去 Read,Read,write,negade,curate, and modify XML文档 也就是说 DOM包间能够干什么 能够帮你对 对插面文件进行增删改查 读取吗 读取也就是读到 渣游程序当中来写 就将渣游程序当中代码的数据 存储到我们插面文件当中 Coreate叫创建 Modify叫修改 也就是 DOM包间能够做什么 它可以对我们插面文件 进行增删改查的一些操作 然后 What do I need to 添加我的class pass 需要添加class pass吗 是不是 那这个叫什么 不用看了 这个叫做FAQ FAQ的话叫常见问题 你听听什么 对啊叫常见问题啊 就是你遇到的问题 你都可以到常见问题当中去找 你忘了咱们开学的时候 老师就给你发一个 发一个你的叫表格叫FAQ 让你把学习当中遇到的问题 都写上去 那叫常见文件 而这个叫做 DOM包间的一个常见问题 对于你所聊 你所希望知道的问题 都会在这里 为什么不给中文版 因为没有 新的技术 这当然它不算新的技术 现在你在那个百度上搜 能搜到中文版 但是只要是新出的技术 都没有中文文档 中文文档都是后期翻译过来的 游泳到的吧 那然后紧接着我们说 既然DOM包间能够帮我们 说白了DOM包间是什么 是渣瓦程序和插面文件 之间的桥梁 对啊 这是我的插面文件 反正是我的渣瓦程序 是不是啊 那然后呢 这是我词盘上的一个文件 咱说的插面 不是文本文件吗 对吧 这是我词盘上的插面文件 那你的渣瓦程序 如何来从插面文件当中 去获取内容 就如何把插面文件当中的 那几个标签数据读过来 是不是啊 那这块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个什么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就叫做DOM包间 DOM包间 它是干什么 它是作为插面和插面 程序之间的桥梁 你通过它 能把插面文件内容 读到渣瓦程序当中来 通过它能把渣瓦程序当中 数据写进插面文件 能听听说了吗 所以咱们现在存储数据的方式 除了数据库 还有插面 而且我告诉你 使用插面 存储数据的话 比数据库还稍微好一些 当然它只能存少量数据 为什么 因为数据库有奥尔库 有MyCircle 有Circle 有Circle 是Server 是不是有不同的数据库厂商 但是Channel就不用了 Channel没有平台和没有用程序的概念 反正我就是文本文的 谁打开我都一样 能听清楚这概念了吗 所以使用它可以最存储少量的数据 而且当你们学乍完一亿的时候 你们就会看到 很多都是插面文件 都需要在插面文件当中进行配置 配置信息 是啊 你看一下在这的时候 我要是单击右键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这个项目不叫它 这个应该是文件新建 新建一个项目应该叫Other 有一个叫JawaWeb项目 去找 哎呀我这是点的哪呢 我应该在这点 新建有扎了Web项目吗 没有 这一个Libs当中没有是吗 My一个Libs My一个Libs当中可以直接去创建 等会啊 这叫My一个Libs 这叫My一个Libs 为什么不讲这个My一个Libs 咱先说 行就开礼吧 为什么不讲这个My一个Libs 因为My一个Libs 涉及到一个版本过期破解的事 是啊 你这个 你使用人家盗版的东西 然后你要破解的话 是违反 违反商业法 是吗 你不能弄人家的东西 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My一个Libs 看一下这有没有啊 单机右键新建 看这有 单机右键新建的话 这块是不是有Web项目 咱们正常创建的叫Jawa项目 你看Jawa项目是已勾开头的 Web项目是在这呢 Web项目是不是带个小笔手的 浏览器 随便写吧 随便写吧 在这去创建一个项目 在这呢 去创建一个项目之后 你把它打开 我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在这没有啊 没有那叉面的键 你在这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东西 新建一个东西叫 叫他 都是那条 就是他吧 随便写就好了 后面我也没赶 反正我也不赶 那然后在这 初恋完成之后 我们看一下啊 好了 卡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多了一个叫 Web.xml 看这 看这 他是不是多了一个叫做 Web.xml 那他就是用来进行使用 xml去存储数据的 来存储我们项目的运行的一些配置信息 而且老说了 他是存闻的文档 是吧 一会儿了 我就现在卡着了 现在能点开了 能点开之后 那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插面文件 刚才和老师写的差不多 它是演这叫文档的声明 看到了吗 那这些就叫做标签 这叫开始标签 这叫结束标签 这叫开始标签 这叫结束标签 这叫开始标签 这叫结束标签 看到了 所以那也就说什么 我们的插面文件 是用来存储信息的 听听说了吗 存储数据的 那然后紧接着 我们再回到这 再回到这的话 现在你已经看到过 插面长什么样了 然后同时 这个是我自定义的插面 这个是当我们去创建 外国项目的时候 它是不是给我们 提供的这个外国 有在这了 这是它给我们 提供的插面文件 所以也就说 我们会在 我们会经常看到 这个文件 那然后紧接着 那我们说 怎么把它读到 扎瓦程序当中来 说了到包街 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对吧 怎么帮我们做 不会 不会的话 它有一个东西叫 quick start 快速开始 就叫快速上手 对呀 因为现在不用啊 不会用的话 你就找这个 叫快速上手 它能够告诉你 怎么去把插面文件 解析到 扎瓦程序当中来 然后呢 它的第一个就叫做 passing channel 解析chamel 怎么解析啊 什么去 什么什么 去解析一个 chamel文档 对吧 什么呢 这是非常easy的 to do in down包街 怎么去解析 chamel文档 对于down包街来说 是非常easy的 是不是 那我也不行 你不会的话 它下面有代码啊 它下面的代码在这呢 这是啥呀 首先呢 这应该是 public document pass 这是一个方法 哦 这是一个方法 方法的返回类型 叫document 方法的返回类型 叫document 那然后紧接着 它在这里创建了 一个对象 叫做sex reader 看到了吗 new sex reader 就是传递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read 当中有一个方法 叫read read的方法好熟悉哦 IO流当中 都叫read的方法 是不是啊 那它能够从这 UIL是一个路径啊 它能够从你给定的 这个路径当中 读取数据 读取到Java程序当中 就叫做document 文导文导 文导 不管它 也就是说现在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这是一个channel文件 对吗 你这个channel文件 读取到Java程序当中 就叫文导 听清楚了 读到Java程序文件当中 就叫document对象 一个channel文件 对应一个document对象 那然后呢 现在老师看 第一个叫tys的pass 写7嘛 是不是tys的pass 那然后在这呢 咱直接写一个may方法就行了啊 直接写一个may方法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 我要创建谁 创建sax reader对象 我发现 它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这个 这个pass方法是他自己写的 而这个方法当中 关键代码 是不是sax reader 创建一个sax reader对象 那你就创建一个 叫sax reader对象 lax reader 那在这的时候 你别挡错包了 看好了 org.io 你说老师我明白了 肯定跟io有关系 因为你词盘是文件的 你肯定通过io流读啊 是不是啊 那我创建了一个sax reader的对象 名字叫r 创建了一个sax reader的对象 什么名字叫r 那然后紧接着 它有一个方法叫read 你发现这个read的方法好熟悉哦 可以写一个文件 可以写一个字节流 这呢 input stream 可以写一个reader 可以写一个uil 我看到了吗 谁最简单 他最简单 file iPhone file nue什么 file 在哪呢 book chamel 是不是在我项目的根部录上呢 对吧 在我项目的根部录上呢 那我在这的时候 肯定得导包啊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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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紧接着 但你在这的时候 你给我一个文件 我就从文件当中给你读取 你会说吧 读取到的结果是什么 读取到的 是一个到后面的文档 别捣错 帮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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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你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现在 我就告诉你 现在杨老师告诉你 读完了 按字别读 还按照字符读的呀 怎么读的呀 跟你无关 怎么读的呀 跟你无关 因为是他实现的 是这个SizeRager当中的 Rate方法 它是我帮你封装了 从词盘上读取文件的过程 它给你封装了 读完之后的结果就是 读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就叫Document 叫文档 那然后呢 你得到这文档之后 你能干什么 我们先瞅一瞅 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文档 首先一个文档当中 树只有一个根结点 文档当中 只有一个根结点 是不是叫布克斯 那既然你文档 它是一个倒挂着的树 应该有三层 第一层是谁 第一层是布克斯 第二层是布克 第三层树才是布克当中 这些几节点 那然后在这儿的话 那应该知道差不多了 应该先输入一下 第一个叫做根 根是谁 Doc. Gate root element 然后说那一个 是个元素 所以那它就叫做 获取根元素 根元素获取出来了 布克斯吗 根元素获取出来了 就是布克斯啊 看到了吗 那也说我在这儿的时候 你不打印 你可以这样写 你可以写 Doc.guide root element 它的类型是什么呀 老师说了 文档当中的 每一个标签 是不是都叫一个元素 所以它叫做element 你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获取到根元素 导错班了吗 导错了 还真导错 我说了吗 它怎么强热让我累积的话 别导错 包 导哪个 盗姆包接 盗姆包接 是不是在这儿呢 导盗姆包接 它能够获取根元素 获取根元素 能够帮我们干什么呢 那你就再看吧 根元素下面是不是有根元素的子元素啊 叫什么 入可 那我如何来获取根元素下面的直接子元素 获取根下的直接子元素 如何获取这个根下的直接子元素 反正肯定得跟路出来 路的是个根 它叫做盖上 它叫盖上 看一下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去获取元素 那然后紧接着它有一个叫这个 这个叫什么 该当开人呢 获取谁当 获取素 但是它是根呢 是吧 它是根的话 那我们来获取 它有一个叫get 还有一个叫guys name 看到了吗 那我们现在来输出一下 叫做guys name 看一下 它的guys name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根元素的名称 先把这写上 根元素的名称 根元素的名称叫做buck 但是我们知道buck下面是不还有几元素 有几个呢 啊 有几个呀 不知道啊 有可能是有两个 也有可能是多个 关键是你这个buck丝 这是书 书当中是不是有可能有好多个buck呀 你下面是不是可能有好多个buck 那怎么办 那你在这儿的时候 那我们就得看 你就得使用这个for each 你可以使用for each 你也可以这样来写 那咱们先来写个吧 叫做root点 反正它叫element root点 这个不行 你就看吧 这个叫什么 add叫添加是吧 add叫添加 肯定叫获取的 那获取什么呢 获取有获取 guide test 有获取guide name 那下面这个 完了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到这儿来 刚才现在是不是给它解析成插片文档了 解析成插片文档 然后下面我们不会做了 不会做了 看这儿告诉你了 优星Etheracers 使用啥 别来 对啊 现在咱们刚才不是也坐到这儿 获取根了吗 获取根之后 它让你使用迭代器 那迭代器叫什么 迭代器叫 看这儿 迭代器叫什么 叫 这个代码 就是老师以前跟你说过的 外国人写的代码 它显然中国人写代码 浪费内存 就是迭代器吗 root点 element 得到的一个结果叫 element 类型 然后是 i点 height neth 有元素吗 有元素就将元素取播 是不是 那现在来取播 在这儿的 哪里呢 不是这个 是这个 那在这儿的时候 如何获取 直接子元素 那我们说了 人家告诉我们 用谁 人家告诉我们 是不是用迭代器 那用迭代器的话 现在我也不会写呀 不会写的话 你就这么写 它叫root 什么叫从根 去找它的 直接子元素 那你就root点 element element eitherator 看到了吗 叫element eitherator 那然后 它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结果是 eitherator 类型 它的结果是 eitherator 类型 然后有元素吗 有元素吗 it.hice nice 我们迭代器 的确是这样便利的 那然后紧接着 在这儿的时候 那你怎么获取元素 hice nice 是否有元素 那它的nice 是不是取元素 它取出来的结果 叫element 它取出来的 我们知道 这个 布克斯下面 现在是不是有两个 布克呀 它取出来了吗 我们在这儿的时候 输出一下 叫什么呢 布克斯下的 直接子元素的名称 直接子元素的名称 是叫布克 那你叫布克 ele.gayse name 你这回来看一下 告诉你 布克斯下的 直接子元素的名称 叫布克 为什么是两个 因为这不是两个 这是不是两 所以它得到两了吧 那我现在 能够得到这个 这个布克飞向了 那你说到这儿为止 到这儿为止 它得到的是谁 布克 这个gayse element 它得到的是布克斯 它得到的 是不是根 gayse element 它得到根了吧 那然后这个循环 是不是能得到 根下的直接子元素 叫布克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这个布克下面 还有子元素呢 我的这个布克下面 还有四个子元素呢 是不是啊 怎么办呀 便利每一个 这个叫便利每一个 因为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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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得把你这两个 都便利过来 叫便利每一个 怎么便利每一个 这回应该是谁的 几元素了 是这个布克 是这个布克下面的子元素 那然后紧接着 那你判断有没有元素啊 有元素的话 我是不是还要将元素取出 你取出的这个 你取出的这个叫 布克 你取出来的是什么 sup it 点 点什么 nice 不是取出元素吗 你这回取出的元素是什么 你这回取出的元素是 id name alse 和 price 你这回取出来的叫 id name alse 和 price 那我在这到底对不对呀 你可以写上叫 布克 sup 点 guide name 是不是啊 这个标签的名称 再加上 布克 sup 点 guide t 叫文本 然后呢 循环完一次之后 让它 加一横线 那现在我们来运行 你就会看到 它的结果是这样的 第一本书的名字 布克 的直接子元素 把根元素名称叫布克 sup 它的第一个叫 第一本书是 id是1001 name是章二开发实战 alse 是章小二 价格98.5 请问将插帅文件当中 内容读进来 读进来啊 那这个是不是 我的第二本书 那读进来之后 要干什么呀 哎 你说它在这的时候 它这个不是两个循环吗 这个第一个循环 是获取的是 叫 布克 sup 下面的 直接子元素 这个循环 获取到的是什么 获取到的是 两个 布克 对不对 那然后你的 这个 化循环 获取到的是 布克 下面的 每个元素 是有四个 那我怎么知道 你获取到的是 id name 作者 还是价格 还是price呢 使用谁呀 使用switch 就是来判断是id name author还是我的price 因为你得判断一次 才知道 那我在这怎么判断呀 老师在上面去声明两个变量 声明两个不行 得声明四个变量 这四个变量 这四个变量分别是 印材类型的id 此处类型的name 此处类型的author 然后还有我们的doub do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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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是不是老师在这 声明了四个变量 声明这四个变量干什么 用于存储从 插标当中 读取 读到的什么 文本信息 是不是要存储 这四个文本信息 那能理解了吧 存四个文本信息 你怎么存在这儿的时候 你应该这么讲 switc age switch switch是啥 book sup gaita name 我是不是得判断一下 标签名称是什么 判断标签的名称 判断标签的名称 这个标签的名称是id 怎么办 你就应该这样写 看好了啊 book sup gaita tite 能够是不是获取到 你的值啊 获取到那文本 但是你获取到的文本 是字不算 怎么把它转成 interlator 对 隐匹者当中的 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 pars int 它能够将我们的文本 去转成 interlator 因为你插面文件 存储 插面文件就是存本本文的 你是不是得给它转成 扎尾当中的印的类型 那然后紧接着 那如果你的这一个标签的名称 是name呢 那我就应该给写上什么 booksub 点gaita tite 是不是给这个名称负责 那如果你的这个case 你的名称 iothor 是作者怎么办 我得给author这个 我得给author当中去guide他test 我是不是得给我的作者去负责 那你的ID呢 下一个最后一个default 那它就是price 那你price的怎么讲 double点test 将我们的字符串 转成double位表 因为文本文档纯的 不都是字符串吗 所以你需要进行将字符串去转成 double位表 那我现在这 我已经算完成了 我要做什么 你在里面的这个抱循环 先看好了 这里面的抱循环都执行完毕了 说明什么 这里面抱循环要执行几次 四次 外层抱循环执行两次 是获取两个户口 你里面这抱循环要执行四次 是不是获取ID name 作者和价格呀 那你这个里面的抱循环执行完毕 说明啥 对 那一层抱 执行结束 你里面的这个抱循环执行结束之后 说明你的ID name 凹瑟和我们的Price是不是都有执了 有执了怎么办呢 封装成副可对象 有执之后你要把它封装成副可对象 这是不是我写了一个基础 叫orelisa是吧 你在这儿内层循环执行完之后 你要把它封装成我们Java程序 咱们刚才不是创建不可类了吗 你去把它封装成我的不可对象 四个参数 是吧 然后紧接着将不可对象添加到什么点 集合中 B list 点ADT 去将我的这个不可添加到集合中 那添加到集合中之后干什么 便利集合 比如说 显示插� Ord 去便利集合呀 插面文件中的继续 怎么显示 放 去便利集合 b.guideid 加上b.guide name b.guide author b.guide price 现在我们来运行这个程序 那这回的话 就是我们插面文件 当中存储的信息 把它解析成Java程序 所认识的类 就Java程序认识类 叫Documental 再从这个文档当中 找到根结点 找到根元素 找到子元素 最后一集一集把它便利出来 便利出来封装成Java程序 在Java程序运行的时候 层与层之间传递的是 实体类的对象 层与层之间传递的是实体类的对象 所以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把它封装成复合对象 然后添加到集合里 最后便利集合 就是这个过程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老师起的名字叫 泰斯特Path 叫什么解析插面 这个叫解析插面 就是将你的这个插面文件 是不是解析成 解析到Java程序当中 所认识的类了 是不是啊 就是把这插面文件的信息 解析到Java程序当中 最后封装成不可对象 添加到集合里设 便利集合就行了 那这个叫解析 我如何在Java程序这块 写一本书把它去添加到文件当中去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Path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不是叫泰斯特Path 那这个是什么 read 这是读 还有一个叫什么 写 写不会写 不会写再找 它下面一定给你提供了一个写的方法 这呢 这叫create a new xml 你可以使用Java程序 去创建一个xml文导 对呀 怎么创建 刚才的这个叫读对吧 现在是不是叫写 那叫path的write 不是写吗 叫path的write 那咱们首先做的就是 你说啊 你说啊 你的这个xml文件 一个xml文件 这是xml文件吗 哪个呢 你的这一个xml文件 把它读到 这是read 把它读到 沙瓦程序当中 是不是叫doc 叫document 呀 xml文件 xml文件 你通过read的方法 读到Java程序当中 是叫document xml文件 那现在反过来呢 那现在反过来呢 这一个xml文件 这个x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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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 文档中 是不是应该有根 所以 它添加了第一句话 叫document.add element 添啥呢 所以 所以 那现在文档有了 在文档当中 添加根元素 是不是 添加根结点 添加根结点 叫doc.add element 那这个根元素 咱们叫啥 咱们也叫不可自拍 是不是啊 那这个 ermt 叫root 你是不是 添加完根了 添加完根 叫天生 对啊 添加 添加 添加完这个根 是不是该添加这个下面的子元素 叫不可了 在谁上面添加 是在文档上添加 还是在根上添加 在根上添加 那你看 是这是文档 在文档上添加一个元素 叫根 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根上去添加一个元素了 是吧 叫root 叫add element 在根上去添加一个元素 叫什么 不可 在根上去添加一个元素 叫不可 然后紧接着呢 不可下有几个 四个元素 不可下面是不是还有四个元素 那你叫不可.add element 不可下面的一个元素叫什么 id 是不是第一个叫ide 那我写element id 第二个叫啥呀 add element叫name 你看好了 你看好了 我都是在哪个上添加的 在文档上添加的叫根 在根上添加的叫book 在book上添加的叫ID 叫名称是吧 那book上再添加一个 叫a-u-t-h-o-r 她的那 叫做者 又添加一个叫作者 在book上添加一个叫作者 那在book上再添加一个叫 价格 叫 cunt Price 是不是再添加一个叫他就可以了 PiT Price 现在我把这四个节点添上去了 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就是在这有一个根 叫布克斯 知道了吗 在布克斯下面我又添加了一个叫做 布克 在布克下面我又添加了四个 叫ID 叫Name 叫Alther 是不是叫Price 但是我只添加了标签名称 我好像没有添加标签中的文本 现在开始做什么 给布克下的四个标签 四个标签 四个标签中添加文本 给谁添加文本 ID 是不是给ID添加文本 叫ADD Tice 添加一个文本 叫1002 给Name Name 给Name Name 给Name 当中的这个元素 添加文本 NgD Tice 叫什么呢 老高三百级 老高三百级 然后添加作者 A1THOR 这个元素下面添加一个东西叫 然后紧接着价格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 免费不太可能 998是吗 那现在 现在这四个标签下面就已经有文本了 那然后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 Doc Doc 写件什么 插面文件 是不是你现在要将它去写进插面文件就可以了 怎么写进插面文件 在这呢 Writing和Document 通过Fail 这能看中不 将一个文档去写进文件 是不是 将一个文档去写进文件 怎么写 好熟悉的东西 Charmel Writer 咱们以前是不是叫Writer 它现在叫什么 Charmel Writer 或者你这么写 叫FileWriter也行 看到吗 FileWriter也行 那咱就用这个吧 最简单的叫FileWriter NewFileWriter写哪的 Book4 Book2.Charmel 是不是还是写到项目的登录录 这回我的名字叫Book2了 是吧 那然后紧接着 怎么写呀 处理一下 人家的这个写的方法 你看啦 叫Document.Write Document是不是叫DOC 那叫DOC 讲什么 Write 写谁 它要一个Writer对象 谁是Writer对象 说FileWriter对象 写完了吗 关闭一下 那然后现在我们运行看一下 能不能把咱们刚才添加的东西 写到文件当中去啊 运行 完事儿 然后在这儿呢 Refresh刷新 Book2还真有了 你把这个Book2打开 这咋解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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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这咋解决呀 咱们学IO流的时候 不是学过一个转换流吗 转换流不是带编码格式吗 是不是啊 那然后现在老师把这个删除哦 删除 为什么删除 因为发现编码格式不对了 那你看这个FileWriter 是Writer对象吗 它集中它的FileWriter的负类叫什么 FileWriter的负类叫Input 不不Input的叫 OutputStream OutputStreamWriter 是不是叫OutputStreamWriter 那然后紧接着 它有一个方法 第一个你给我一个字节的输出流对象 NewFileOutputStreamWriter 然后呢叫什么 Fooks2.xml 是不是啊 那然后呢字符的编码格式叫什么 UTIF-8 这是不是就写编码格式了 那然后紧接着 你把这个转换流对象放进来 因为转换流本身就是Writer对象 听清楚了吗 转换流本身就是Writer对象 再执行 执行完毕 然后到这儿Refresh 刷新 那这个叫做Fooks 现在你发现编码格式解决了 它好像跟我们写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写的它能不能给咱们写成这种模式啊 它现在说放在一行上不太好看啊 那能不能把它写在像咱们手动边写成这样呢 能啊 它只要你想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在包街当中它有一个叫Print 你看到了吗 Output Format当中的Carrate 创建漂亮的输出格式来放 现在这个Fooks 这叫Fooks几点我看吧 是叫Fooks吗 不好看 不好看的话删除 现在能写进去了 但是不好看 那不好看的话 那现在我们还得换 换什么呢 要一个好看的格式 好看的格式 人家说是这么简单 叫Output Format Output Format 它当中有一个方法叫Carrate Pretty Printer 这个干什么 这个叫书桌 漂亮的格式 怎么输出啊 那人家用到的方法叫Carrate 叫Carrate 你可以写上Carrate Carrate 是不是写啊 点 不是点是吧 Carrate 你有Carrate 它里面要一个漂亮的格式 再要一个输出流对象 谁是漂亮的格式 先告诉我谁是漂亮的格式 漂亮的格式叫OUT 是漂亮的格式 那然后谁是输出流对象 谁是 因为它第一个用Writer 谁是Writer Output Stream Writer 是Writer吗 是吧 你是否把它放进来 那然后 对啊 Output Stream Writer 也是Writer啊 然后最后怎么写呢 它用到的方法是这样的 叫做 Carrate Charmel Writer的Write方法 你要写什么 我要写一个文档 找DOC 我要写什么 写文档 说DOC DOC是不是我的这文档 现在写完了之后 我们运行 运行完毕之后 在这里刷新 你看一下 这回就是漂亮的格式了 这就是用利用 DOM包接 将Java程序当中 所写的数卷 写到Charmel文件当中去 看清楚了吗 继续讲来 先下课 那先下课 休息十分钟 请不吝点赞